祝爱的弟兄姐妹 祝内平安 我是永恒神父 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 圣路加福音八章一至三节 首先请聆听这段圣言 那时候 耶稣走遍各城各村讲道 宣传天主国的喜讯 同他在一起的 有那十二门徒 还有几个曾富过恶魔 或患病而得治好的妇女 有号称玛德勒娜的玛利亚 从他身上赶出了七个魔鬼 还有约安娜 即黑洛德的管家顾萨的妻子 又有苏莎娜 还有别的许多妇女 她们都用自己的财产 资助她们 基督的福音 弟兄姐妹们 天主国的喜讯是什么 是仰望星空吗 是俯视大地吗 是独善其身吗 还是奸善天下呢 耶稣以最真实的行动 诠释了天国的喜讯 那就是团体的见证 如果只有耶稣自己走成串乡 宣传天主国的喜讯 不是也可以吗 为何要带那么多门徒和妇女呢 这一点让我们明白 天主国的喜讯 不只是一套完整的理论 而是真实生活的经验见证 不是主耶稣一个人的事 而是大家共同的事 耶稣需要门徒和妇女的参与和传递 以能使人看到天主国的美好 虽然耶稣的门徒和这些妇女 在社会上的身份地位并不显贵 但是他们却愿意跟随耶稣 支持耶稣的工作 耶稣带领他们一起探索天主国的喜讯 与现实生活的融合 教导他们如何在现实生活中 找到天主的国 耶稣的生活 耶稣又如生活专家 带着门徒在复杂的社会中 寻求天主国的喜讯 弟兄姐妹们 我们都是跟随主耶稣的人 无论是附魔或是患病 永远不要忘记 耶稣在我们前面领路 他要把我们带入真实的生活 在生活的坎坷经历中 看到听到认出天主国的喜讯 勇敢地生活出来 由此可知 福传就是与主同行 在生活中历练耶稣的教导 共同见证天主国的美好 无论这个团体的成员 如何不同 如何卑微 都要一心跟随主 以我们的生活 见证天主国的喜讯 愿天主祝福我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urface